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苏良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龙孙宴旗上特别招牌的一道鞋子做法 鞋子这样子做出来 上桌可是非常的受欢迎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鞋子 什么样子的鞋子都是可以的 再准备一只大碗 倒入半碗的薪水 再来一勺食盐 一勺白素 搅拌搅拌,放一边备用 那下面我们直接用削皮刀 把茄子的皮给它去掉 如果你喜欢吃茄皮的 那就不用给它削掉哦 还有这个根底一定要给它切掉 切好后再把鞋子对半给它切开 然后再给它改刀 切成滚刀块 鞋子给它切成滚刀块 这样子在烹饪的时候 会比较软绵入味哦 鞋子这样子做起来 可是比肉还要香哦 切好后给它放入水里面浸泡 鞋子这样泡一泡 不仅不吸油 而且抓出来口感会更加的清爽 然后再来一颗被碗咬掉一颗的西红柿 直接把它放到烤炉里面烤一下 这样子比较容易弃皮 西红柿弃皮呢 用这个方法是最方便的 然后再把西红柿给它改刀 切成小方块就可以 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一根新辣椒给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调碗料汁 加入数量的松收 蚝油 一勺鸡粉 一勺白糖 再来一勺盐 再来点胡椒粉 增和一下口感 然后再来一勺淀粉 最后再倒入拌软的鲜水 然后用勺子 松混的给它搅拌融化 搅拌均匀 然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颗 鸭子松下来的鸡蛋 给它挡入碗中 用筷子松混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融化 然后放一边备用 这时候的茄子呢 已经泡的差不多了 给它倒出来控干水分 茄子在浸泡的时候 都会吸足很多水分 接下来再用你漂亮的双手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干 顺便化坏一下 里面的海源组织 这样茄子在烹饪的过程中 就不会吸入过多的食用油 然后再把搅拌好的鸡蛋液 给它倒入碗中 给它搅拌搅拌 让里面的每一个茄子 都裹上蛋液 然后再往里面 加入两勺的土豆淀粉 给它搅拌搅拌 让每一块鞋子 都能够裹上一绳 薄薄的淀粉就可以 开火 把锅中的油温 烧至六层热 然后再把鞋子 一块一块的给它放入锅中 把所有拌好的鞋子 慢慢的给它放入锅中 开中火 慢慢的给它炸 鞋子刚放入锅中的时候 先不要去动它 炸个一分钟左右 让它有所定型 再用筷子 松滚的给它搅拌搅拌 这样子让它比较瘦的均匀 把鞋子给它炸至金黄酥碎 即可捞酥 控油备用 给它倒入盆中 哇 太香了 外酥拟糯 锅中留下少许油 倒入蒜末爆香 爆香后 倒入西红柿 扫酥汁水 然后再下入新椒 倒入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 把锅中的料汁呢 慢慢的给它煮到 龙蛇冒泡就可以了 再把炸好的鞋块 也给它倒入锅中 然后用扇子快速的给它翻扫 让里面的每一块鞋子呢 都能够裹上一层厚厚的汁水 这样就可以出锅啦 关滑把它装入盆中 然后再来点白芝麻 点缀中香 哇 真的是太美味啦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家常 素扫鞋子就已经做好了 哇 真的是太香啦 鞋子用这个方法做起来呢 在宴席上可是非常出色的哦 这样做出来的鞋子呢 软绵入味 好吃又笑话 小孩子老人都是非常适合吃的 如果喜欢 你也试试吧 点击网的头像进来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